嗨 好久不見 我是Hamson Liao 廖帥 今天我們要出任務 我們要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洞大樓裡面探險 在探險之前 我們先吃個飯 我們來到哪裡呢 我們來到了台東市正老牌的香豬肉羹 從1944年就開了喔 非常厲害的老店 台中人都知道了在地老味道 他賣什麼呢 他是賣肉羹飯 肉羹麵 然後滷豆腐 然後滷蛋 非常的簡單 他這個肉羹是屬於比較帶點甜味的 肉羹非常的濃稠 他會附上一片這個 菸黃瓜片 吃起來喔 鹹鹹甜甜的 非常開胃 而且他們的肉羹啊 真的是那種肉啊 肉塊 然後醃製過之後 蛋派白粉 下去水煮過之後 吃起來外面有一層薄薄的勾芡 吃起來非常苦味 不像一些用什麼魚漿啊 做成的甲肉羹啊 那個都本味太重了 這一餐吃完之後啊 我們等一下就去冒險了 去那裡冒險呢 就去隔壁千月大樓冒險 聽說那裡鬧鬼喔 真的假的 去看看就知道囉 嗨 我是廖帥 Hamson廖 今天的你冒險了嗎 今天呢 我們來到哪裡呢 看一下背後這個塗鴉牆 超美的 我們來到啊 台中市的千月大樓 傳說中啊 千月大樓啊 這邊鬧鬼 其實啊 一點鬼都沒有啊 有一些人很夭壽啊 就說這裡鬧鬼 這裡不過就是荒廢的而已 說你鬧鬼 身為台中人啊 我要捍衛台中 你家才鬧鬼了 媽的咧 還鬧什麼鬼啊 有空啊 可以來這邊拍拍照啊 現在啊 就帶各位去逛一下 走吧 我們到哪裡呢 我們到一個 沒有燈光的地方 那麼持續的往裡面走 唯一有一間燈光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粉紅色的東西 這每一間 每一間都是套房啊 現在還是有人在居住在裡面 而且這套房都很便宜啊 上面這一邊啊 有很多空曠的地方啊 這邊基本上都已經荒廢掉了 都沒有人 然後裡面就是一些 木頭啊 還有一些裝潢啊 沒有拆的啊 都在裡面 這種東西啊 白天來的時候啊 是真的啊 蠻可怕的 看一下這邊 這邊應該是還好 這以前應該是酒店啊 或是舞廳之類的 然後現在沒有人住啊 所以晚上啊 都有一些流浪漢啊 會住在這邊 或是遊民啊 當然有時候會躲一些什麼 吸毒啦 吸毒也會在這邊 其實這邊看起來是還好啦 就是一些空曠的地方啊 然後一些塗騰啊 塗鴉啊 都會在這邊 然後這邊對焦啊 也非常難對 因為太暗了 現在是白天啊 都沒有人敢上來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邊 走來走去的 這邊啊 基本上啊 因為都沒有人住嘛 所以每一層樓啊 都被塗鴉塗得亂七八糟的 我們再往上走吧 其實這個白天來是還好啦 沒有到很可怕 難怪啊 都被人家說啊 什麼 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其實還好 不會 我們再往上走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啊 就是千月大樓的藝術團隊啊 如果你要來千月大樓這邊拍照啊 上到五樓 只要五樓以上 你就要付清潔費 一百塊錢 一百塊錢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當作用清潔費嘛 而且啊 他們花那麼多精神啊 跟藝術啊 做一些塗鴉 花一百塊來這邊拍照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 不過呢 一樓啊 管理室啊 還會送你一百塊錢 千萬千萬不要從管理室那邊 繳一百塊錢 不要傻傻的 不然的話 你一樓繳一次一百塊 五樓再繳一次一百塊 這樣不行 你從旁邊巷子進來就好了 這邊啊 應該也是一個荒廢的一個房子啊 然後堆滿了很多垃圾 我們往裡面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層一層的套房 然後上面都有門牌 然後每個門牌啊 又有截別的地方 然後每個牆壁啊 都有做一些 塗鴉啊 一樣是會被 用噴漆啊 噴一些 有的不的 這邊啊 我就教一下各位 要怎麼拍出厲害的網美照 有的不的 帥吧 我們進去啊 往前逛 看裡面啊 有什麼東西耶 剛剛往裡面走啊 那就是廁所 廁所基本上啊 剛剛往裡面走啊 那就是廁所 最好是不要進去 最好是不要進去 因為廁所啊 也知道的 我們繼續啊 往樓上走 這每一層的圖片啊 真的是超帥的耶 剛剛啊 我們在五樓那裡啊 已經 繳了門票一百塊 記得來這邊 記得要繳門票一百塊 我們要支持這些創作者 我們才會知道說 人家花了多少心血來這邊 拍攝這些東西 現在啊 我們到六樓的戶外區 這裡呢 就非常非常適合拍照 各位看一下啊 這牆壁啊 每一面牆 超厲害的 超花心思的 有些東西啊 都這樣亂丟啊 感覺起來啊 就很有藝術感 放在那邊啊 就好像裝置藝術 就用這一個 這個電視 丟在那裡 就好像是裝置藝術了 這東西丟在路上 就被靠牙說 會不會單噴手 超帥的 每一面牆壁啊 基本上都很用心耶 看一下 說這邊鬧鬼其實也沒有啦 因為當初啊 中區這邊商圈啊 已經沒落了 然後有人去縱火炸領保險金 然後有一些夭壽的啊 就說這裡鬧鬼 其實根本就沒有鬧鬼啊 你看在那邊拍照 拍照多好啊 愛怎麼拍就怎麼拍 又不會有人阻止你 非常棒耶 走 我們繼續往樓上看 我們又到了另外一個 空曠的房子裡面 我們再進去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啊 看起來是 一座一座的那種包廂式的啊 這應該也是早期也是舞廳啊 每個人都坐在旁邊 然後舞池就在中間 很多古惑仔的電影啊 都有演 舞廳裡面 這是在舞廳的最中間 然後可以跳舞 有沒有 然後酒客啊 就坐在旁邊 這個在當時應該算是非常高級的享受 不過這裡對焦對不太到 不曉得是太暗還是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現在啊 上點樓 樓上這邊啊 平常多一些人這邊拍照啊 攝影啊 拍影片啊 這也非常適合取景 我們來到的最上面了 那今天我們的前月大樓冒險 就結束了喔 記住啊 這裡沒有鬧鬼 真的沒有鬧鬼 除了啊 我剛剛去逛一下 有點毛骨悚悚然啊 雞皮疙瘩掉滿地啊 很暗啊 非常恐怖之外啊 真的一點都沒有鬧鬼 記得來台中市 要來這邊當一日王美喔 掰掰